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比特幣最好的購買時機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今天要聊的話題是很多 我相信還沒有進到比特幣投資市場的投資者 非常非常需要看的一集 那同時如果你是已經在 比特幣或加密貨幣的市場裡面 好幾年的一些老韭菜 老投資者 今天的內容我相信也是 對你一定會有相對程度的幫助 因為很多新手 就是現在還一顆比特幣 或是一點比特幣都沒有買過的人 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現在比特幣已經六萬七千多了 那我到底還能不能買 就是他一直在揣測說 什麼時候才是一個最好的進場的時機 那我就要跟大家聊的這個影片的主題 就是要跟大家說 今天當你慎選這個購買時機 或者是進場時機的時候 其實你本身就是抱持了一種賭博的心態 因為今天你對於一個投資項目 一定是要有一個長期的計畫 這個才能稱作是投資 所以如果你只是短期在揣測說 哪裡是一個最好的進場時機的話 那你的行為其實比較偏向是賭博 如果你今天真的說你是一個投資者的話 你應該對一個項目有一個長遠的看法 有一個長遠的計畫 這樣的話你才能稱作你是在投資 那選擇時機進場這件事情 本身就是跟賭博沒有任何區別的 因為你如果今天這麼在意你進場的時機的話 變相也表示說你是非常非常害怕 當你進到市場之後 這個資產就開始暴跌 你或許也可以說 你是非常非常害怕熊市或者是下行趨勢 但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害怕熊市 跟下行趨勢的投資者的話 你就不是在投資 因為真正的財富 都是在下行趨勢跟熊市當中才賺得到的 那關於這一點 我相信過去兩年有在看我影片的觀眾朋友 都可以深深的體會這一點 如果今天你是在上一輪牛市注意到比特幣 漲到6萬9 然後跌到1萬5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沒有關注比特幣的話 那你現在的財富應該跟這個兩年前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的 但是如果今天在過去的兩年裡面 你持續有看我的影片 持續有DCA購入比特幣的話 現在應該都是有非常非常好的投資收益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 如果沒有過去兩年的熊市的話 就沒有你今天擁有的財富 所以當你剛進到投資市場的時候 然後你這麼在意這個進場的點位 那你就基本上就是在賭博 那我很快帶大家看兩樣東西 你就可以知道我在說什麼 第一個是比特幣的DCA圖 就是Dollar Cost Average的圖 如果你進到比特幣市場的第一天 剛好是2021年11月9號 那天就是比特幣商輪牛市的高點 如果就算你在最高點的那天 進入到投資市場裡面 但是你保持這個紀律 持續的DCA在市場裡面 待在市場裡面的話 到現在為止 如果你每一週投入1000元美金的話 到現在你的投資報酬率是高達了140% 所以將近是翻了2.5倍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你一共投入的金額會落在122000 那現在你比特幣的價值 會落在291740 那你會囤積4.32克的比特幣 那透過這張表 我們可以發現什麼事情 就是今天大家比的 並不是誰進到比特幣市場的時機 是最對的 或者是時間點是最對的 我們在這個投資市場裡面 尤其上比特幣這樣的一個優質資產 我們永遠比的不是誰進到市場 是一個對的時機 我們誰進到市場比較早 我們比的一向都是 誰能在市場裡面待的最久 所以今天身為一個長期投資者 你不應該這麼在意進入比特幣 或者任何一個優質資產的時機 因為任何時機都是一個好時機 昨天沒買的話 今天就是第二好的時機 所以開始買進入到這個市場裡面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人從上一輪牛市開始漲的時候 就已經在等了 那等到牛市高點 一樣什麼都沒買 那牛市高點 從69000跌到熊市低點的15000多 他也一路都沒買 因為他非常非常害怕 這個資產會持續的跌 那這些都是你對於這個資產 沒有一個深度的了解 對於他長期沒有任何看法 造成的一個原因 如果今天你對一個資產非常了解 知道他是會隨著時間 增加價值的一種資產 那你就應該這個隨時開始 DCA在這個資產上面 那當然說這個 你有可能進入到這個市場裡面 就馬上面臨一個20% 30% 甚至是50% 70%的回調 但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個我們進到市場 並不是在比誰進到市場的時機最好 而是在比誰能持續的 待在這個市場裡面 所以如果今天你面對到一個 20 30%回調 然後你該DCA 該買入的時候 不買入的話 那你這個行為 就是韭菜 就跟賭博沒有任何的區別 而真正好的長期投資者 他都是看到一個資產長遠的價值 因此在這個資產上漲 或者是下行的空間 任何時候他都會 DCA被動的持續買入 你也可以把他想像成 像是這個定存這樣的感覺 因為如果這個資產 你看到他長遠價值的話 你就應該這麼做 或許你說 我今天就是看不到比特幣的價值 那如果今天你看不到 比特幣價值的話 就算今天比特幣是3000塊一顆 或者是300塊一顆 甚至是30塊一顆 你也不應該買 因為今天如果你認為 比特幣最終會歸零的話 他就算是30塊一顆 也太貴了 那今天如果你看到 比特幣最終100萬一顆的話 他再50萬一顆 也是非常的便宜 第二個要帶大家看的是 美國目前的利率 就是interest rate 那現在是落在5.5%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這個觀點 我在過去的影片當中 有稍微跟大家聊到過 但是沒有像今天 聊的這麼細節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在今天看完我的分析 跟我對大環境的判斷之後 你可以對於這個投資市場 跟接下來幾年 你怎麼做呢 擁有一個更好的idea 就是更好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利率是 處在5.5%對不對 那相對來說 是比較高的 但是最近的幾個月 我時不時而都會 聽到身邊的人說 現在你把錢 擺在銀行裡面定存 就可以賺5.5% 這個把錢擺在銀行定存 就可以賺6% 或者是7% 或者是4.5% 那這些利率的百分比 是過去十年 從來未擁有過的 因為我記得在疫情之前 大概前十年吧 這個銀行的利率 大概都落在1% 甚至是1%以內的地方 就算你放很長的定存 也都是1.5%左右 那現在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5.5%利息 真的太爽了 因為你把錢放到銀行裡面 就可以爽賺5.5% 那我要在這邊告訴大家 你是大錯特錯 因為今天你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銀行發給你5.5%利息 那你把你的錢擺在那邊 你認為這些銀行 他們會做什麼事情呢 他們會乖乖的只拿這個美聯儲 給他們5.5% 然後再把這個錢直接給你 當然是不可能 他們拿著你的錢 一定會去投資 所以現在就發現一個 非常好笑的現象 就是大部分的散戶 跟這個在市場當中 不會投資的人 他們看到5.5%利率 就覺得說這個銀行 會給他們免費5.5% 或者是6%的錢 因為是這個利息 但是同時通貨膨脹 卻是10%或15% 所以就算他們把錢 擺在銀行裡面 賺5.6%利息 但是面對通貨膨脹 依然是被侵蝕當中 那這些銀行拿著錢 他們會做什麼事呢 他們一定會去投資 投資加密貨幣 投資股票 所以在接下來的 兩年到三年裡面 這個資產會持續的膨脹 你也可以想像成 這個銀行用你的錢 去投資一些20%的年收益 或者是30%年收益的東西 然後賺到錢之後 給你少少的5.6% 然後這些散戶 還要非常非常開心的 放鞭炮慶祝 所以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下來 兩到三年會發生什麼事 我在這邊 稍微跟大家分析一下 因為在今年年中 應該就會開始 進入到降息的週期 這一次的降息週期 預計是會維持三年左右 所以你也可以說 在接下來的三年 會慢慢的降息 所以會從5.5% 最終可能降到1 或者是2 甚至是0 都有可能 那就要看經濟到時候的狀況 但是在這整個 兩到三年的時間 所有的資產 包含了比特幣 包含了股票 包含了房地產 都是會持續膨脹的 所以現在你如果認為 6萬多塊的比特幣很貴 然後這個歷史新高的 S&P NASDAQ 這些指數非常非常高的話 那我告訴你的就是 兩年之後 你再回來看 現在的指數 現在的比特幣 6萬多一顆 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價錢 所以我自己的判斷 是接下來的兩到三年 資產會持續的膨脹 那我這邊講的資產 是任何資產 比特幣加密貨幣 或者是股票 或者是這個房地產 都是會持續膨脹的 那直到降息週期 結束的時候 這個利率回到我們就說 1%好了 那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這一群散戶 他們會覺得說 最近兩三年股票 漲得這麼好 翻了兩三倍 翻了十幾倍 那現在利率只剩下1%了 所以我應該要把我 放在銀行裡面的錢拿出來 然後再放入投資市場裡面 因為投資市場 最近兩三年漲得非常非常好 那現在利率只剩下1% 我沒有辦法爽賺5.56%了 所以我要把錢從銀行拿出來 然後拿去投資 然後大家應該已經猜到 到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了吧 大資本家 這些銀行家 這些美國爸爸們 到時候 當你買入市場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砸盤 然後砸出一個20% 30% 50%的跌幅 然後再次收割你一次 所以以上就是接下來兩三年 我對於大環境的走向 跟一個看法 那我個人認為 這是一個black and white的事情 就是黑與白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容易看懂的 但是90% 就是永遠都看不懂 就算今天我告訴你們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相信這個10個人裡面 可能有8個人 會覺得Derek你在公殺小 就是你在講什麼東西 這個完全不make sense 但到最後兩年後 三年後就會證明 這個我的看法 又是再次正確的 所以透過以上這些分析 大家有沒有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今天你投資在比特幣上 看的不是什麼時機 是最好進場的時機 而是比誰能在市場裡面待得久 誰能維持機率的持續DCA購買 然後最後再跟大家總結一句話 等待時機入場的人 永遠都是賭徒 擁有一個長期計畫 並且依照計畫形式的人 才是投資者 OK那我們開始看訊文吧 第一個訊文要跟大家聊的是 特斯拉是不是又在購買比特幣呢 那我們往下可以看到 特斯拉持有比特幣的地址 在最近是增加了1000多個比特幣 他們上一次財報的時候 公布的是說他們擁有9720顆比特幣 但是現在他們卻擁有11509顆 所以多了1789顆 那至於這個到底是一個 accounting error 就是一個會計的疏忽呢 還是特斯拉又再次開始囤積比特幣呢 就是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事情 那我們都知道在2021年的2月 馬斯克決定購買比特幣 在特斯拉的帳本上之後 就帶來了比特幣一輪熱潮 但是很遺憾 是馬斯克在短短的一個月後 就賣掉了4300多顆比特幣 然後同時呢在2022年呢 他賣掉了29160幾顆 所以就是他這個池上的大部分呢 都在2022年的第一點就出貨了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身為散戶 認為你在比特幣的投資市場賠錢的話呢 你也不要這麼氣餒喔 因為全世界最聰明的人之一的馬斯克呢 都是在比特幣高點的時候 進入到市場 然後低位的時候割肉 然後賠了非常非常多錢喔 所以今天如果你在比特幣 或投資市場賠錢的話呢 也沒有什麼關係啊 因為馬斯克也在比特幣上賠錢了嘛 那後來呢這個2023年 他們就沒有再動過他們的比特幣了 那我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比較獨特的看法啦 就是為什麼這個馬斯克會決定購買比特幣 然後讓大家可以用比特幣購買特斯拉的車 那短短幾個月後呢 又把這個option 就是這個選項給拿掉了 那我希望大家稍微思考一下這個背後的原因啊 那特斯拉最大的股東之一是誰呢 就是貝萊德喔 那貝萊德後來在2023年跟2024年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們就在比特幣低位的時候呢 囤了非常非常多的比特幣 然後在2024年的年初 就是大概一兩個月前呢 就推出了比特幣的現貨ETF喔 那現在在上面呢 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交易量 跟非常非常大的磁倉喔 那今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是馬斯克 在2021年2月買的時候 比特幣被拉得太高了 然後貝萊德爸爸跟這個馬斯克 溝通一下之後呢 就讓馬斯克砸盤賣比特幣 然後說比特幣有這個用電的問題啊 等等這些東西喔 但是後來事實證明呢 這個比特幣大部分用來挖礦都是再生能源 所以大家不覺得這是一個羅生門事件嗎 為什麼馬斯克這麼聰明的人 會在決定購買比特幣在特斯拉帳本上的 短短幾個月後就開始賣比特幣 甚至是說這個比特幣一些壞話呢 那這個背後會不會是由貝萊德驅使的呢 那在現在2024年再往回來看這件事情的話呢 這個機率我個人認為呢真的是挺高的喔 所以這個資本市場的背後 到底是這個葫蘆裡賣著什麼藥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奧的一門學問啊 那我自己身為一個長期投資者呢 我對於這些大方向的走動 還有這些背後資本的心理想法呢 其實是很多揣測的啊 因為我相信只有了解背後資本爸媽們 這些美國資本家的想法 你才有辦法在投資市場面真正賺得到錢喔 那這也是我在頻道當中 持續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東西啊 其實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跟一些比較獨特的觀點吧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喔 這個你現在過了兩年之後 看到馬斯克這個買比特幣又賣比特幣 那一下收比特幣一下不收比特幣 然後後來貝萊德底部狂收比特幣 最後推出比特幣先貨ETF 你認為這兩件事有任何的關係嗎 因為畢竟貝萊德是特斯拉最大的股東之一對吧 所以我個人認為呢 是非常非常suspicious 是很可疑的一件事情啦 下一期要跟大家聊的是 比特幣的礦工呢 在昨天啊這個得到了歷史第二好的收益喔 就是在一天裡面呢 這個賺到了這個有史以來第二多的錢啊 那賺最多錢的一天呢 是在2021年的4月 當時礦工一天的收益是高達了77.3Million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這個在3月6號就昨天的時候呢 礦工的收益是來到了75.9Million喔 所以也是這個歷史第二高的日收益啊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礦工到現在 比特幣資產膨脹的同時呢 也是非常非常賺錢的喔 但是面對礦工賺錢這件事情呢 我個人認為呢 是有些concerning喔 就是4月就要進行比特幣減半了嘛 那一旦減半之後呢 這些礦工的收益就直接會被減半 那除非比特幣的價錢再次double就是翻倍 那不然的話呢 他們這個收益呢就會逐漸的縮水喔 然後面對最近比特幣走勢非常樂觀啊 這個6萬9之後呢 雖然說跌去到5萬9 但是很快又差增拉回來 比特幣在短短兩天之後呢 又拉回了6萬7千多喔 關於比特幣減半錢的走勢呢 我之前就有做一集這個比特幣 這個減半錢的大方向的影片給大家看喔 如果還沒有看的觀眾朋友呢 可以去上面的連結看一下喔 那當時呢我其實就已經猜到說 比特幣減半錢應該會有一個非常非常的好的漲幅 那那時候比特幣應該還是在這個 48000還是5萬多左右的位置吧 那後來比特幣的確是偷跑 就在減半前的這個一個多月呢 就已經漲到6萬9千多 突破歷史新高了 但是我認為啊這個比特幣減半之後呢 會比較危險一點喔 因為畢竟比特幣現貨ETF的這個好消息也這個利好出盡了 那後來比特幣減半的這個好消息也利好出盡了 所以我相信在比特幣減半之後的可能一到三個月吧 比特幣可能會引來一個稍微更大的一些回調啊 然後把一些新進到比特幣市場的投資者或者投機者給洗掉之後呢 才會迎來真正的下一波暴漲啊 那我講下一波暴漲呢是會拉到10萬以上的 所以近期如果你是100%滿倉在這個市場裡面的觀眾朋友呢 我相信這個拿一點現金套利出來呢 會是一個比較穩健的做法喔 那當然我媽媽跟哥哥的帳號呢 我都已經套利了15%現金了 那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套利任何比特幣 因為我還有非常健康的現金倉位在手邊 那任何時候有一個20% 30%回調的時候呢 這些資金都會打進市場裡面喔 但是我相信到時候比特幣真正減半的同時呢 應該會有一個利好出盡然後套利的行為 所以大家就是要特別小心啊 下一個訊號要跟大家聊的是 最近的AI token啊長得是非常非常猛喔 就是關於這些人工智能的這個加密貨幣項目呢 最近一個月呢是擁有非常好的漲幅喔 那尤其是在昨天呢一天就漲了37.02%啊 那關於這些AI token呢 有些觀眾朋友有問我說能不能投資啊 然後我有沒有看好哪一個AI token喔 那我在這邊就統一做一個整理吧 我認為AI token呢99%呢都是一個炒作的話題而已喔 這就像NVIDIA最近漲得非常非常猛嘛 那同時呢他也帶領著這個 這個所有AI的板塊的這些股票呢 都是一輪瘋漲喔 但是我個人認為呢 這樣的一個漲勢呢是不太健康的喔 因為他已經嚴重的超買了 那這個感覺呢跟2000年的這個互聯網泡沫呢 其實感覺非常非常的接近喔 所以我並不相信任何AI的東西呢 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面 還可以像這個過去兩年表現的這麼好啊 那我個人對於這些AI的項目呢 我是沒有任何的興趣喔 因為今天如果我要投資在AI上面的話呢 我就會買NVIDIA股票 買這個AMD的股票 我不會去買一些加密貨幣的token喔 因為加密貨幣的token呢 99%呢都是在炒作AI這個話題而已 本身是沒有任何基本面支持他的喔 那他當然會畫一個大柄說 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但是這個跟現實生活是完全脫節的喔 就是要真的執行呢 這個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對於這些AI項目呢 如果你要投資在上面 然後想玩一些短線 然後爆炒的話呢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但是這種AI的項目呢 是非常非常不適合DCA投入的喔 因為他最後呢 有很大概率呢 都是training to zero 就是在往歸零的路上啊 所以如果你使用DCA的策略 在一個這個隨著時間 逐漸走向歸零路上的一個資產上面的話呢 就是非常非常危險 跟一個自爆的行為喔 所以對於AI token 跟任何這種炒作項目呢 都只適合玩短線 那你在上面賺了兩倍三倍十倍之後呢 一定要套利喔 就是隨時都要套利 不然的話呢 最後大概率都會像做了一場夢一樣 這個什麼都沒有得到喔 下一期話要跟大家聊的是 BLOCKFI跟FTX呢 今天稍早的時候呢 是達成了和解啊 那這個和解金額最後落在874.5M 所以將近一個Billion的和解金額啊 那在和解之後呢 BLOCKFI就可以這個逐漸的走出這個破產保護當中喔 那同時捏給說這個 有錢被卡在BLOCKFI上面的使用者呢 也有機會把他們的錢拿回來喔 那最近因為加密貨幣市場暴漲的關係呢 FTX啊 BLOCKFI啊 Celsius啊 Voyager啊 這些公司呢 都因為他們持有的加密貨幣資產暴漲 那有機會把這個全部的錢還給大家 那雖然說這個只是以美元計價的金額 並不是以加密貨幣計價的金額 就是假如說今天他們欠你一顆比特幣 然後當時比特幣一顆是兩萬塊的話呢 到現在你就只能拿兩萬美金回來 而不是拿一顆比特幣六萬七千塊美金回來喔 但是我相信如果有資金被卡在這些公司上的人呢 現在也會很樂意拿回任何的金錢回來啊 那關於BLOCKFI呢其實是上一輪牛市非常非常被熱炒的一家公司喔 BLOCKFI也是第一家提供比特幣利息的公司 那當時呢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幣圈網紅跟名人呢 都有在推BLOCKFI這家公司喔 所以在BLOCKFI上呢 但是好險後來沒有這麼做喔 所以經歷了上一輪熊市這個BLOCKFI啊 這個FTX啊 Voyager啊 Celsia這些交易所破產之後呢 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自己持幣的這件事情喔 永遠都要記得那有Key那有Crypto 今天如果你沒有自己持幣的話呢 這些加密貨幣的資產都是屬於交易所的 從來就不屬於你喔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對於冷錢包有相對程度的了解 那透過冷錢包這個自己持幣呢 才是最正確的加密貨幣持有方式喔 那關於這個正確的心態呢 我相信有在看我的節目一段時間 觀眾朋友應該都是已經非常非常清楚了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這個 上一次自己很幸運沒有遇到這些破產公司 因為很難說下一次這個 有破產的交易所發生的時候呢 你不會是下一個受害者喔 今天最後這個訊息要跟大家聊的是兜款 那兜款呢這個前幾天才成功上訴啊 這個可以重新開庭 但是過了這個不到幾天呢 今天就有新的消息流出來說 兜款將會在3月23號之後呢 被引渡回南韓喔 那最後這個法官是決定說 把兜款引渡回南韓啊 那之前我們都知道這個美國跟南韓 都想要這個把兜款引渡到他們的國家 進行審判的動作嘛 那現在呢這個Montenagro的法官呢 是同意了兜款 會在3月23號呢就把他引渡回南韓喔 因為他在Montenagro這個地方是製造一些假護照 那對於這件事情呢 他是要做一個四個月的牢啊 那在這個3月23號期滿的時候呢 Montenagro就會把他引渡回南韓喔 但是南韓跟美國關係一向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就算兜款被引渡回南韓 然後在南韓審判之後 做完這個南韓的牢之後呢 這個他應該還是會被引渡回美國 再次被審判一次喔 所以關於兜款呢 這個他的未來看起來也是不是非常的樂觀啊 感覺應該是要在監牢裡面 大概很長的一段時間喔 那關於這件事情呢 他也是最有應得啦 因為當時畢竟是因為他的這個狂妄自大 而變相的導致Tera Luna跟這個UST崩盤嘛 有很多人甚至因為這件事情呢 失去了自己的性命喔 所以這個兜款要付出一些責任呢 是非常非常正常跟合理的一件事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祝大家擁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週見啦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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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